最近一段被称作中共中央关于王立军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的现场录音 突然出现在中国大陆网络上 对此外界分析认为这个录音本身很有可能是真实的 但通报中对事件的解释有很多含混不清的地方 甚至有被常理当局仍然在蓄意隐瞒王立军事件的真相 3月16号晚间出现在网络上的这段音频长达25分钟 据说是重庆人士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领馆滞留事件情况通报的现场录音 当局要求这一通报必须传达到重庆市所有副处级以上干部 3月17号有大陆官方背景的《香港商报》引述重庆消息人士的话说 重庆市对王立军事件的初步调查情况做了传达 报道所披露内部文件的细节和网络上流传的这份录音内容基本一致 另外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也从重庆当地证实 这份通报文件的确存在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 录音中 当局首次给出了前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和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二人英和翻脸的官方说法 录音谈道 王立军希望薄熙来妥善处理这件事情 薄熙来对此十分不满 随后 王立军被免除公安局长职务 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和有关办案人员被违规审查 通报说 王立军感到人身受到威胁 2月6号下午 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在跟美方人员谈的所谓合作事项之后 填写了政治避难申请 对此 纽约民主大学执行主任汪北冀对新唐人表示 这个录音本身听起来很像是真实的 但问题是 中共对内部中高层干部编的这个故事显得很幼稚 因为王立军之所以受到薄熙来重用 连升三级 就是因为他们在辽宁就是犯罪同伙 王北基认为 两个人是铁杆关系 如果没有其他原因 王立军突然跑去和薄熙来说 有干警调查到薄熙来家人的案件 这是不合情理的 官方当前这个说法很可能是在试探外界反应 王北基谈到 当局还隐瞒了很多事情 包括王立军公开信的真伪等问题 王立军到美国联系法跟美国人谈那些什么 跟国安部的副部长邱敬谈那些什么 跟黄岐帆谈那些什么 他有没有带走薄熙来甚至周永康的犯罪约证据 这个事情中共的这个通告里面 内部讲话里面也没有涉及 通报揭示 2月9号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 决定免除王立军和薄熙来的职务 薄熙来被免职后 3月17号 重庆市政府 人大 政协三套领导班子 纷纷在官方媒体头版高调表态 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更有消息指出 一直被认为是薄熙来左膀右背的 重庆市长黄岐帆为求自保 开始向中央揭发薄熙来 像这种在一个中共的官员 像薄熙来这个倒台以后 他手下的人马上划辩 然后进去检举揭发 这是一个常见的事情 李天孝强调 王立军事件是中共倒台前 展示邪恶面目的一个过程 现在薄熙来已经被控制 他与周永康的关系 就如同他与王立军的关系 下一步 薄熙来很可能会接出 现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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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passion